醒目一拍咱们书归正传 前文书啊 咱们聊了聊这个草原孤狼杆尔丹 这位大汗呢 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什么身份呢 他是温萨活佛 在蒙古啊 叫做引咱呼吐客途 他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啊 他是三世班禅大师和五世达赖喇嘛的两门徒弟 先跟随三世班禅学法 班禅元祭以后啊 又追随五世达赖学法 后来呀 回到了墨西蒙古 又做了大汗 做大汗之后啊 这五世达赖喇嘛 没少关照这个徒弟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按说呀 1682年2月25 这五世达赖病逝于布达拉宫 那这按照咱们普通人说法啊 人走查量 人都死了 当然这和尚啊 人家叫元祭 那人都元祭了 肯定就没法再继续帮助自己这个爱徒了吧 谁也没想啊 这五世达赖喇嘛呀 他有个徒弟 是这西藏地方政权的第八 也就是西藏地方政权的老大 咱们知道啊 这个西藏的地方政权属于是政教合一 这个第八呀 他不但管着政治 而且还管着宗教 他名字叫什么呢 他名字叫做桑杰加措 这桑杰加措的案里说呀 跟这嘎尔丹就是师兄弟 他平时就很关照嘎尔丹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这老师一死 这桑杰加措动了歪心眼了 他想继续把持这西藏的政教 于是啊 他就密布发丧 那有人就很奇怪 这桑杰加措怎么能把这么一个 西藏的精神宗教领袖的死 隐瞒了十五年呢 哎 说起来呀 他还真有办法 这西藏啊 他有个寺院 这寺院的名字呀 叫做帕邦嘎寺 这帕邦嘎寺有一位法作 法作的名字呀 叫做江阳扎巴 这江阳扎巴喇嘛呀 人人都说长得颇像武士达赖 巧了 这个江阳扎巴喇嘛呀 又是这个桑杰加措的心腹 于是这二人一联系上啊 就有主意了 这桑杰加措呀 就让这个江阳扎巴喇嘛 在布达拉宫伪装成武士达赖 那有人说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这弟子们平时念经朝拜呀 离这个上师的这个法作呀 远着的 再有了 这西藏啊 这个建筑的风格 你也都知道 他为了防止这风沙吹进屋子里来呀 他建的很多都是盲窗 这西藏的盲窗 和咱们这个汉族的真盲窗 他有区别 这汉族的很多寺庙的真盲窗啊 或者是一块石头 或者是用砖契 那是真的不透风的窗 这藏族的盲窗啊 还能多少进来点光 它是望里深入之后 从两侧进光 我这么说呀 您就好理解了 就好像这影呗一样 这光线岸离得远 在遮上点漫障 所以15年来呀 就真没人发现 这达赖喇嘛 是别人伪装的 再加上啊 桑迦家错对外宣称 这武士达赖会时不时的闭关修行 所以说呀 就更没有人深究这事儿了 也就是说1682年2月25日 这武士达赖元寂以后 西藏教廷对这个 准盖尔韩国的盖尔丹 有多少支持 那都不是达赖喇嘛的意思了 都是啊 这盖尔丹这位师兄 桑杰家错 背后运作的 那么1697年 这盖尔丹呢 身死科蒙多 怎么死的呢 就是让这个康熙皇帝呀 以及身边的这些将官子侄们呢 挤得死的 那咱们这么想来呀 那很有可能是死于 积牢成绩所导致的 心脑血管疾病 可是清代史书上 不是这么写的 这康熙皇帝呀 说这个 盖尔丹是死于自杀 那么说清政府 为什么要编造着 盖尔丹的死因呢 很简单 首先你是天朝的敌人 要不就呀 就死在战场上 死在天朝讨伐你的乱刃之下 要不就就是把你逮着 名正典型 再不见 你也只能是自杀 你对抗天朝 最后只能是后悔 然后呢 自杀谢罪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杀人诛心 哎 你盖尔丹不是温萨活佛吗 你不是佛教徒吗 佛教徒是绝对不能自杀的 所以说 给你这盖尔丹 扣上一个自杀的帽子之后啊 就是为了你死后 还要羞辱你 说实话 像什么盖尔丹 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而亡啊 这个我也是推测 我只是根据呀 这盖尔丹呢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是温萨活佛 这一点我才断定啊 这盖尔丹是不可能自杀的 这盖尔丹已经死了 咱甭管他怎么死的 哎 这西藏教廷 这个冒充武士达赖喇嘛的桑杰加措 还能够保护这位师弟吗 哎 还能 盖尔丹死了以后不久啊 这个他的侄子侧望阿拉布坦继承了韩威 那第一个承认这个侧望阿拉布坦 昏台籍这个名号的呀 还是西藏教廷 这大清朝为了西式宁人的西北罢兵 很快呢 也承认了侧望阿拉布坦昏台籍的这个称号 那侧望阿拉布坦呢 上乘腰了腰自己几斤几两之后啊 他也觉得自己确实是没有实力 在和天朝的康熙皇帝动武 于是这二家霸兵就开始和谈呢 那咱们再说说康熙皇帝这头 这盖尔丹死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干嘛呢 康熙皇帝正在包头 包头干嘛 正在组织第三次 救灭盖尔丹 这大军在包头啊 黄河滩大营正集结着呢 哎 这喜气来了 盖尔丹死了 康熙皇帝喜极而弃 跪在黄河滩上是颜面大哭 这仇人呢总算是死了 只可惜不是朕亲手手刃的这个盖尔丹 那说起来呢 这盖尔丹和康熙皇帝这两个人呢 谁的年纪大呢 哎 这盖尔丹的年纪大 这两个人呢 整差了十岁 这盖尔丹呢 是1644年生人 这康熙皇帝呢 是1654年生人 所以说好朋友啊 就别揪着我问了 这蓝旗格格是谁啊 他的原型是谁啊 哎这个他到底是哪个妃子生的呀 他是哪年嫁给的盖尔丹呢 没有这么八宗事 这盖尔丹呢 就没有一位内地的媳妇 更别说是一位公主了 并且这彻罗斯盖尔丹呢 他比这个康熙皇帝还大了十岁呢 那么如此给康熙皇帝找麻烦的 这迷迷宿地死了 康熙皇帝就完事了 当然不可能 康熙皇帝直接命使者呀 就来到了伊犁河谷 见到了侧王阿拉布坦 跟他说呀 你呀现在要做的两件事 盖尔丹的孩子啊 给我绑送回京 他大老婆那位阿努可敦 不是死在这科目多大战当中了吗 这其他的老婆还在 女儿儿子还在 当然了这儿子呀 早就被这个哈密王俘虏 被送到了北京 那剩下的就是女儿了 中原王朝提出的条件 这侧王阿拉布坦 别的都能答应 可是听到这一条之后 本来和着自己叔父啊 这大韩戈尔丹有仇的 侧王阿拉布坦 是不然大怒 说这个不行 这个 兵败以后 把女人和孩子交出去 我们蒙古人没这规矩 那我那兄弟让你们逮着我 已经遣送到北京了 我就没办法了 这妹妹绝对不能交 再有了 我这小妹妹啊 在我身边的 小妹妹名字叫我 中查海 大妹妹 已然出嫁了 嫁到和舒特蒙古了 这嫁了人的女孩 这更不能给你们了 可是康熙皇帝说 这是你蒙古人的规矩 可是依照我们中原的规矩 你就应该把这些俘虏都献出来 至于是怎么处理 由我们来做决定 这是我们天朝的规矩 那没办法 两边啊 僵持到这了 动说和人吧 谁来了 武士达赖走出来了 当然你也知道啊 这肯定不是武士达赖 这康熙皇帝 接到这一封劝和的书信呢 那肯定是苍结家措的手笔 这苍结家措呀 在心里边就是说呢 说哎呀 小僧 当然他是以达赖喇嘛自居的 他说小僧啊 听说您呢 和这个杆尔丹的战争 终于有了结果了 现在呢 杆尔丹已死 那个大皇帝 您正在组织和策望阿拉伯坦议和 这天下苍生 这是姓氏啊 大皇帝 您自然是伟大光荣正确 不有一点呢 这小僧得给您说说 哎 这蒙古人呢 他们认为战争失败以后啊 该死的呢 就是挑起战争的男人 这妇女啊 是没有罪过的 更何况呢 这杆尔丹的大女儿啊 已经嫁到和舒特蒙古 已经就是别人嫁的人了 跟杆尔丹没有关系了 您就更不能把他押送回京了 那大皇帝 您自然是仁德的 我看这事儿啊 您就算了吧 康熙接到这封信之后啊 哎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把这封信就扔到龙书岸上 康熙皇帝生气的原因有很多 其一啊 他就生气这帮蒙古人呢 不懂中言礼术 实际上呢 这康熙皇帝要的是什么呀 要的是杆尔丹的骨灰 和杆尔丹这个遗双 以及他两个女儿进京 当然了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手里啊 他已经有一个战犯了 就是杆尔丹的儿子 已经被捕 被送到了京城 那这侧王阿拉布谈你糊涂啊 这杆尔丹呢 虽然是你的叔父 可是与你啊 有这个杀地夺妻之仇 你的弟弟索诺穆阿拉布谈 就是杆尔丹杀的 并且你的小媳妇阿海 当然那会儿是未婚妻 就是被这杆尔丹抢跑了 被这杆尔丹纳成了小哈敦 后来虽然被你抢了回来呀 但是那也算是二婚了 就跟你这么有仇的一个人 你钻着他的骨灰不放 你有没有意思啊 再爱着了 这中原的礼术啊 你们就是不懂 这杆尔丹的妻子儿女 来到北京之后 就是为了名正典型吗 当然不是 也就是啊 走过场 为了警示示人 这朝廷啊 自会有恩典 事实证明 最后就是这样 这杆尔丹的儿子呀 后来被点了侍卫 这谢侄的时候啊 是一等侍卫 这杆尔丹的女儿呢 也被赐婚给一位三等侍卫 这杆尔丹的家人们呢 那都是善聊 至于你这武士达赖吗 我早就听说呀 这达赖喇嘛 已经原基了 那这康熙皇帝是怎么知道的呢 实际上这武士达赖喇嘛 原基这事儿啊 在整个藏区 乃至整个蒙古地区 都有传言 这和尚们 这喇嘛们平时啊 能见到这个伪装的达赖喇嘛 再加上啊 这桑结加醋 时不时的就编造 这个达赖喇嘛 正在闭关修行 所以这和尚们是坚信的 但是这信众们不信 这每年的几次大法会啊 这达赖喇嘛也不露面了 也不再去其他寺院讲经说法 所以这民间倒是轰轰动了 说这达赖喇嘛 可能已经原基了 那么这老百姓 都耳闻着有这事儿 这嘎尔丹就不知道这个消息吗 他当然也听说了 可是他不能信 首先就凭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和达赖喇嘛 以及桑结加醋的关系 他相信一旦老师原基 师兄是肯定会把真相告诉他的 其次他现在不光是活佛 他可是大汗 那么这大汗 在没见到官方文件的情况下 就会相信这风言风语吗 当然不会 再有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达赖喇嘛呀 下的所有政令 那全是对嘎尔丹有益的 所以说这嘎尔丹 他是不相信这武士 达赖喇嘛原基的 那么说有证据吗 有证据 这嘎尔丹呢 被困科姆多 康熙皇帝封锁了 从科姆多出来的所有道路 擒获了这嘎尔丹的送信使者 搅和了十三封书信 这十三封书信都是给他的老师 达赖喇嘛的 内容十封详细 详细到什么程度 他让他的老师帮他念经 祈愿 并且念神门经 念多少遍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还让他的老师联系 这周边的一些和他呀 有过交往的这些蒙古贵族 出兵出钱的帮助帮助他 可是无疑呢 这十三封书信 每一方书信呢 都没寄到拉萨 全落到了康熙皇帝的龙书岸上 这足以证明这武士达赖喇嘛 元寄八九年了 这嘎尔丹他不知道 即便听说过封闻呢 他也不相信 可是这会儿啊 这康熙皇帝 他也听见封闻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有俘虏啊 这一审俘虏啊 这俘虏就把自己所怀疑 达赖喇嘛 已经元寄的事啊 交代了 于是这康熙皇帝呀 下了两道旨意 这第一道旨意啊 是给费养古的 咱也别再写信呢 跟这凑阿拉布台 要嘎尔丹的骨灰 以及他的家人了 你就直接进兵 这大兵压境以后啊 看他到底交不交 结果啊 这康熙皇帝赢了 这新任大汉 侧王阿拉布台 在重压之下 终于在1698年 康熙37年的8月 和1702年 康熙40年 把嘎尔丹的骨灰 和他的女儿 中察海送到了北京 那骨灰呢 让这康熙皇帝 给嚷了 在养山袜教军场 当着三军 当着天下重百镜 给嚷了 大清朝的仇人嘛 哎 这措骨扬灰 没毛病 可是这 嘎尔丹的家人 刚才咱们也说了 得到了善了 结果都不错 很有可能啊 您的老姐夫 哎 祖圣八旗蒙古 也许啊 他就是这嘎尔丹的后人 那么这嘎尔丹呢 咱们这就全部结束了 那咱们改回头啊 说说这康熙皇帝 另外一道旨意 这道旨意呀 也不是下给西藏教廷 给这个达赖喇嘛的 立刻呀 哎 让这个李三院 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使节团 干嘛去 去西藏 看看这达赖喇嘛 到底还健在不健在 如果是健在 身赤武士达赖喇嘛 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帮着嘎尔丹 如果不健在呀 一定要追究桑杰加措 以及西藏地方政权的七军支队 这才引出我这六式达赖 苍阳加措转世 这雪域高原 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 六式达赖喇嘛